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网球天王罗杰费德勒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,分享了他的人生经验。 他提到了四个重要的课题,努力看起来毫不费力,放宽对天赋的定义,学会面对失败,以及拥有自己的生活与人际关系。 费德勒强调,成功需要非常努力,即使看起来毫不费力。 他也提到,天赋的定义很广泛,不仅仅是技能,还包括纪律、耐心、相信自己等。 此外,他分享了面对失败的重要性,并鼓励毕业生要接受失败,坚持不懈,适应并成长。 最后,费德勒强调了拥有自己的生活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,并鼓励毕业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,为世界做出改变。 他表示,人生就像网球,是一个团队运动,成功取决于团队、教练、伙伴和对手的支持。 下一则新闻 前知名旅游电商主管黄昭英指出,职场上有些老手和资深工作者会利用不同的机会合场合,借此培养与高层的关系,以取得更大的权利。 然而,这种粗暴的竞争方式往往会导致失败。 其中的原因有几个,首先是彼得原理,也就是将员工升职到他们能力所不及的管理职位,导致团队无法正常运作。 其次,当一个人透过批评他人来获得主管的信任并上位后,很难建立起团队的信任和向心力。 最后,有些人花太多时间向上管理,而忽略了在业务上取得成绩。 主管应该注意这些陷阱,并将注意力放在业务上,以确保高潜力人才不会走偏。 按部就班的补强能力可能比较慢,但这样做可以避免高潜力人才因为快速升职而失败。 下一则新闻 30岁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,需要具备更多的能力和技巧。 日本知名讲师永松茂久提到,20多岁时要模仿和删减,熟悉业务内容,提高生产力。 30岁后要能建立团队,调配资源,带领团队完成目标。 30岁要培养的能力包括主动呈现成就,争取表达机会,寻找人生导师,帮助团队培养人才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此外,需要提高自己的市场价值,与市场接轨,了解自己的技能在市场上的价值,并根据职缺叙述来加强相应的能力。 下一则新闻 台湾本土连锁咖啡龙头路易莎撤建上柜申请,路易莎表示将等组织扩大调整完成后,预计2025年,会再重新申请上市上柜。 路易莎的下一步,可以从三个成长动能来观察。 首先,路易莎将成立新品牌Louisa Bakery面包点心房,并进驻大学餐厅,提供多家知名餐饮品牌原物料,企业会议型餐点,大宗健康餐盒等。 此外,路易莎也将导入云端智能点餐,提升点餐及收银效率。 最后在海外展店方面,路易莎计划在新加坡、印尼、埃及、中国及美国等地开设门市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